我们来做一局复牌 这一半是来自定义Ionia的钻石分段 我玩的是德邦对阵的是南枪 首先因为这个版本猛然冲击加强 所以在强调里面 这版本带猛然冲击就不要带鞋子跟CD了 很多你像能带鞋子跟CD的角月啊 符合约哥啊这些打野 其实都可以考虑带猛然冲击了 毕竟这个符合这个版本加强确实不错 这一把从阵容上面来看呢 我们家的上单是没有限权的 因为对面是T-Mo 远程打性战大概率是有限权 然后中路来说呢有一个稳定控制 而且是电行加点燃 下落又是猫咪 软斧打软斧 所以我们这局游戏是想着前期反向开局 避开南枪 不要让南枪前面来入侵我们打乱我们的节奏 因为我们这把想前期抓中路 我不想在3D之前有任何意外 所以这把杰交诺克把我们反向开了 要注意诺克的这个雪怒啊 什么诺克雪怒 小丑盒子 杰拉的种子 老鼠的毒对吧 懂得多懂 然后拿完这个之后 我们直接打这个F6 因为我不想在上半区跟对面的打野遇到 所以我没有选择刷buff加蛤蟆刷回来 而是选择红F6加蛤蟆的一个路线 这样我就可以在下半区打架 就不用管南枪了 然后再把W收掉所有的小F6 收完之后我们选择过来打蛤蟆 叫做神剑 接着 这里因为对面中单压性压的很深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打蓝buff跟打这个三狼了 而且你要记住了 像德邦这种3分15秒他要去跟对面抢和线的打野 你不要一直刷 不要一直刷 要去给中路抢线权的 就是我这一波抓狐狸 哪怕是我没有抓死狐狸 我只抓他一个闪线都是血转 因为我们家中单只要有闪线 他们家狐狸就不用玩游戏 队友运助 W减速 这里不要放野技能 上去AQ就好了 然后等他交出闪线或者可以击杀之后 再放野技能击杀 抓完人之后把我们家中单推一波并线 调完线之后3分15先拿和线 拿完和线之后 注意这边上路是回推线 因为上一波我们家中单 不是我们家上单 把对面的Timo给击杀了 所以导致上路会变成一个回推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波 在上半野区的原因 然后可以考虑 再抓一波对面的Timo 这个时候一直在往下面发信号 看我刚才打的信号 往下半野区 河道界的位置发信号 告诉队友南枪的位置 然后因为对面Timo这波是没有闪的 所以我们家诺克直接DF20击杀了 你看 那我们跟上来 等他把这个质王消失之后 再EAW 然后QA直接秒了 接着还是一个道理 没有拿到人头之后 帮队友推对线就好了 实施经验值我们是不亏的 直接回家更新装备 更新完装备之后再抓中路 因为我们中单是有闪线的 所以对面的狐狸肯定是不用玩游戏的 只要他有闪 有稳定控制 对面中单就一定要暴逼 德邦这种打野 你一定要学会 利用队友的优势去带节奏 节奏性打野是不能一直刷野的 什么蜘蛛啊 德邦啊盲僧啊 雷克赛对吧 多找这种节奏点其实很好抓 先做眼 先做眼 然后等这个眼把这个眼屏蔽掉了之后 我们再过来 这里就看对面的狐狸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眼有没有消失了 他哪怕注意到其实也没用 因为注意到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波线压到塔下 却塔而已 没什么区别 等艾尼蝶控制 控制满了 OK 一发QG能晕住 然后我们W闪线 剪屏AQ直接收掉 就是他根本不用玩游戏 他玩不了游戏的 只要我们家队友可以有控制 他就必死 而且我们也很善于利用队友的这个优势 利用这个中路的控制 去抓他们家的中单 然后还是那个道理啊 上路的回推线 上路的回推线 再来一波 但是我们想抓上路的这一波 对面听伯有警惕性能 你看他突然不往上面压了 他突然不往上面压了 没关系啊 先去反野怪 这里偶遇到了对面的男枪 打他是完全不虚的 毕竟德邦起的战斗力很强 这里其实挺可惜的 没有抢到这个蛤蟆 如果抢到蛤蟆 我现在血量会更高 那我SOLO是完全吊打他的 只要我们近身摸到他 他就肯定打不过我们 卡哥视野净草龙 然后AQ直接秒了 所以我被换掉了 有点可惜 但影响不大 因为这一波先锋还没刷出来 注意给你花重点 先锋还没刷出来 如果先锋出来的时候我死亡了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就是另一回事 然后你看现在上面的时间 6分钟 6分钟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稳住发育 等8分钟找机会打先锋团 接着这一波对面男枪下去 我给了信号了 我们直接先反男枪的野区 本来要反野怪的 这里刚好打起来了 中单这波有限权 中单这波有限权 可以支援的 先秒一个男枪 你看我现在放弃了家里的野区 放弃了下谷先锋 我带的节奏 这个是100%可以拿到收益 重点就是我带的每一波节奏 我想清楚后果了 我知道如果这一波打不赢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而且我也知道这一波 能打的一波才会来的 如果我没有把握 我是不会来的 或者说如果我这一波 打这一波架 会导致我死亡 我也大概率不会来 因为先锋刷新 收益太高 W称一个助攻 有了 这里他的下半区 你看有野怪的我没有刷 我没有刷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呢 我看中峡谷先锋 我看中死亡的代价 所以你看 我没去 我没刷 我也没刷我家里的野怪 我直接回家了 回家之后更新装备 先锋逼团 先锋逼团 这就是我跟你一直在强调的 你要考虑好后果 你冒险一定要考虑好后果 你要想清楚 他值不值得你花时间 花这个 代价去做 就像我们这波 如果去反他下半区也去 可能会死亡 可能会导致我拿不到峡谷先锋 所以我没有这么做 更新完装备之后直接来上半区 在这里偶遇到了对面的男枪 你再看这波我跟对面的男枪打架 绕到蛤蟆的身后 然后一发W 打掉蛤蟆 同时W到他 再EAQ上来 顶起来 提阿玛特加这个大招直接收尾 再过来拿下霞虎先锋 先锋拿下来就简单了 先锋拿下来找机会拆EA 不会死亡 就是整局游戏的节奏 只要你节奏是对的 你是不会死亡的 你是不会死亡的 9分钟8级 因为你很忙 你没有事情 你没有时间去浪费这个时间 所以你是很忙的一个 你懂我意思吗 就非常忙 全程要带节奏 要拿先锋要拆EA 这里你看对面已经绳子不清了 已经绳子不清开始急了 然后这里我也没有选择继续去反野怪 或者去带节奏了 因为我家里有很多野怪 我要赶紧回来更新装备 然后找机会刷第二圈野怪 或者说 主线任务 防一塔资源 防一塔资源 中期主线任务 记得吧 这里要注意了 我不是下来跟他们打架的 我是下来拆防一塔的 我也没想到他们两个敢这么装备 我不知道这泽力什么操作 但他这波其实就算没有杀掉他 我们这波也能把下路一塔拔了 对我而言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还是一个道理 我是来拆塔的 拆了下路塔之后 静止走到上路去 这里直接叫队友走 直接叫队友走 不要打 没必要打了 赶紧走了 然后从这里直接走到上路去 我就下上路的一塔 就是我非常明白我的主线任务是什么 围绕资源跟防一塔强行打架 这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你看 这不就很简单了吗 那这局游戏怎么输